歡迎收看Prince Weekly 來到初八先祝大家開工大吉 農連讚到盆滿撥滿 我們都會繼續為大家帶來每個星期最熱門的科技新聞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新片 就快點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小鈴鐺 Apple Vision Pro 已經推出了兩個多星期 目前仍然都是科技界的熱話 但在常鮮熱潮過後 大家的焦點就慢慢轉移到它的缺點 當然更不少會將它和現存的ARMR裝置做對比 Facebook的創辦人 亦即是現在Meta的CEO朱克伯格 早前就親身試玩了Apple Vision Pro 並且在影片中分享了自己的個人看法 他明確指出Fision Pro的螢幕 擁有更高的解像度 但Apple為了達成這一點 就作出了很多妥協 間接犧牲了產品質素和用戶體驗 他又列出了多個理由 表明Meta Quest V目前是比Fision Pro更適合 作為一般人體驗AR內容的裝置 例如它的價錢只是Fision Pro的七分之一 Meta Quest V的重量更輕 採用無線設計 亦擁有更廣闊的視野 又與不同的單位合作去充實內容 好像是看YouTube片 又或者透過Xbox的雲端服務打機 這些都是目前Apple Vision Pro未能提供的 不過說又這樣說 朱克伯格作為Meta的CEO 賣花讚花香 借機扁低Fision Pro 宣傳Quest V的這些行為 似乎有偏頗之嫌 但事實上Fision Pro似乎 亦未能留住一般用戶群 又不少買了Fision Pro的外國網民 都表明會在近期退貨 其中一個最常見的退貨理由 就是不少用戶試用Fision Pro後 出現頭暈、頭痛或眼乾這些不適狀況 其實這些症狀是一般的VR裝置用家群組都不可見 只要用久一點 習慣了就應該可以克服到 但在另一方面 亦都有人認為目前Fision Pro上 無論是娛樂還是辦公的應用都相當不足 給不到足夠的理由他們 給那麼高的價錢去繼續使用Fision Pro 所以退貨拿回的錢 似乎都是一個相當合理的選擇 不少網友都批評近年的iPhone 都是支牙膏式式吸收一部份的功能 尤其是外形、手舊和沒有大變化 前陣子就有爆料者在社交平台X 分享聲稱是iPhone 16系列的最新消息 他就說 Apple為了給不同消費能力的顧客 有更多選擇 打算將便宜的iPhone SE機型 整合到iPhone 16系列 而今年稍後發佈的iPhone 16系列 可能會有5個型號 機背的相機鏡頭佈局亦會大改 爆料者就說 iPhone 16系列將會由iPhone 16 SE、iPhone 16 Plus SE、iPhone 16 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ro Max 這五款 當中兩款SE型號的相機 就只有單鏡頭 而iPhone 16便會配備雙鏡頭 至於Pro型號便會維持在三鏡頭 對於近年iPhone的相機 都是採用方形模組 據聞是iPhone 16系列 將會改為鏡頭垂直排列的佈局 除了可以給消費者新鮮感外 外觀亦變得更簡潔時尚 不過我個人看起來 就覺得有點像 Samsung Galaxy S24系列的手機鏡頭佈局 爆料者亦都指 兩款SE機型的螢幕 預計都會有動態度功能 不過螢幕的刷新率就只有60Hz 而且電池容量相對上會小一點 而中階定位的iPhone 16 螢幕刷新率就有120Hz 電池續航力都將會比iPhone 15更加長 兩款頂級的iPhone 16 Pro和Pro Max 預計會擁有最高階的功能 而性能和創新都會有所突破 令到Pro能夠和SE 或者基本版有更加清晰的分別 近年越來越多人關注身體健康 能夠實時監測身體狀況 和估算運動數據的智能手錶 和手環大行其道 消委會最新就測試了15款智能手錶 和4款智能手環 售價由$279至$6,399 評審項目包括了運動數據準確度 使用的方便程度和電池表現之類 結果發現各個樣本之間 估算運動數據準確度都有參差 以量度跑步時的心率為例子 表現得最好的樣本有 Apple Watch Series 9和Apple Watch Ultra 2 量度心率的偏差只有2% 而表現得最差的樣本是 Amazfit GTS 4 Mini 偏差高達22% 而在日常生活下 例如計步數 各個樣本的偏差就介乎3% 去到高達56% 測試中發現一款售價$629的小米 Redmi Watch 3的整體表現 比起售價$2790的Polar Ignite 3更優勝 不過消委會今次測試的手錶和手環樣本 大多數都是2023年上半年推出的款式 所以都是子宮參考 而接下來我們都會有關於 智能手錶的實測專題 大家記得留意著我們 HMD近日積極展開去Lokia化的行動 上個月底他們宣布將會以自家品牌的名義推出手機 預計至少有9款手機將會在今年推出 其中兩款代號分別是Legend和Legend Pro的新機 最早已經在Geekbench的資料庫出現 根據網站的資料 兩款新機都採用了紫光展銳Unisol T606處理器 由於Geekbench資料庫提供的資訊有限 現在只知道Legend會搭載4GB RAM 而Legend Pro就有8GB RAM 兩款機型都會預載Android 14系統 有外媒就估計 HMD將會效法以往Lokia手機的做法 提供接近原生Android的介面和使用體驗 根據爆料者之前的分享 其餘四款已知的HMD手機代號 包括Legend Plus、Pulse、Pulse Plus和Pulse Pro 另外HMD還預計會推出一款 配備一億八百萬像素鏡頭和OIS光學防震功能的手機 HMD上星期就公佈了會於2月25日舉行MWC2024發布會 MWC2024除了HMD由新手機現身 小米都會發布它們新一代旗艦小米14系列 而最頂級配置的小米14 Ultra將會首到登場 Sony都會發布它們的新一代手機 傳聞是末代以Xperia品牌命名的Xperia 1 Mark VI 另外有全安娜的Magic 6 Pro保持摺板 和華為新款摺機Pocket S2極有可能會神秘現身 想知道MWC2024會有甚麼新機現身 就記得留意著我們 在手機市場的形勢去看 Android手機好像可以和Apple iPhone評分抽息 但連續幾年的市場調查其實都在說另一個故事 市場調查機構Canalize 早前發表了2023年度 一部智能手機的十大出貨量報告 其中有7個席位都是屬於iPhone 頭五名還要完全沒有Android機份 在榜上可以見到iPhone14系列機種買得不錯 頭幾名只得iPhone15 Pro Max可以勉強佔據第二 那是否代表iPhone15系列不買得呢? 那你就帶錯特錯了 不要忘記iPhone15系列是要等到2023年9月才開賣 iPhone15 Pro Max只是賣了3個月 但出貨量已經值得賣了9個月的iPhone14 Pro Max 成績其實都蠻驚人的 提回Android機方面 可以擠身頭十大的全部都是Samsung手機 不過就不是Galaxy S系列旗艦機 又或者Z系列的接機 而是幾部Galaxy A系列的便宜機種 成績最好的還要是全年最便宜的4G版Galaxy A14 香港買得不錯的中階機Galaxy A54 5G都有上榜 反映市場對於Android機的需求明顯仍然與價錢掛勾 既然便宜價策略洗得過 Samsung在新一年當然打算添食了 不久之前網上就流出了Galaxy A系列中階機種 Galaxy A55和A35的官方宣傳相 據說這兩部機的賣點和之前幾年的A系列中階相似 仍然都是主打性價比 並且採用了Samsung自家製的Exynos處理器 相信定價會有一定的競爭力 他們很大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內就正式發佈 新年鬥完禮事想換一部實用向的智能手機可以考慮一下 相信有不少女士都會想擁有一部Dyson風筒 這部2016年推出的Super Sonic 出了這麼多年一直都只是改式不改款 來到今年Dyson終於有新搞作 這個樣子這麼特別的風筒 原來就是他們新出的Super Sonic R 就這樣看它的形狀真的整個R字 這個風筒是為專業髮型師所設計 比起原始的Super Sonic更輕更容易操控 尺寸小了30% 重量輕了20% 只有325g Dyson說新設計主要都是因應髮型師頻繁的使用習慣 希望為他們帶來更好的使用感 而且不會增加他們手腕的負擔 新的Super Sonic R容易調整出風角度 連鍵的位置都特別設計過 它跟原始的Super Sonic專業版一樣 底座裝有一個空氣過濾器 加熱元件也不再是傳統的線圈 而是用了堆疊薄片 這樣就可以加熱得更加均勻了 還可以保護到風筒 不用受到Salon的護髮素 定型噴霧和頭髮碎屑這些物質侵害 延長了風筒的使用壽命 新技術入面還包含了RFID附件 它會自動根據造型改變熱量和功率設置 使用者亦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去調整 Super Sonic R將會在3月開始開放給專業人士購買 售價是$569.99美金 為大約港幣$4460 但暫時未有零售版本推出市場 大家有期不期待去剪頭髮的時候 可以試試這個風筒嗎? 任天堂遊戲機Switch的後續型號傳言越來越多 雖然官方說明今年仍然會以Switch做發展主軸 但轉頭就有人爆料說Switch 2最快會在3月發佈 還可以玩到Switch已經推出的9Games 網民的爆料內容就是 Switch 2可以透過實體和數碼版的方式 玩舊代Switch的遊戲 同時還可以給開發者更新 已經推出市場的9Games 而盡用新機的處理能力 來提升他們的遊戲性能 在新機玩舊遊戲時 就可以有更好的體驗 今次的消息都比較可靠 因為爆料的網友已經好幾次傳出正確的資訊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向下兼容的話 我們就不用擔心 月後推出的Switch遊戲 會不會在之後來過新的版本 要我們重新買過 但這樣就會有一個問題 向下兼容很可能連MixSwitch的翻版卡都玩得到 這樣就會影響到任天堂和遊戲開發者的利益 所以任天堂都要想起 怎樣防範新機玩到舊翻版卡才行 近年大家最熟悉的手提遊戲機 可能數來數去都只有我們剛剛說的Switch 不過其實在兩年前 都有一部相當巨創意的作品 橫空出世 它就是由獨立遊戲廠商Panic開發的Playday 它擺明居馬是一部超便攜的小型遊戲機 機身超薄 螢幕是一個4.3吋黑白LCD屏幕 螢幕以下還有方向鍵和AB鍵 就這樣看都有點像20年前的Game Boy 但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機身加入了一支 像魚缸般轉動的手搖曲柄 可以帶來更多元化的打機方式 因應這個獨特設計 Panic以及很多不同的開發者 都為Playday開發了大量小型 又不失有趣的遊戲 而且在賣機之後還可以免費單來玩 預別不同的遊戲方式 令到它在世界各地的玩家群組 擁有一直之地 即使售價足足以1600元港幣 都無阻它成為機界潮物 開售之後一機難求 更加曾經出現過千元的炒價 但現在有心想玩的香港Gamer 終於不用等了 因為Panic日前就宣布了 已經成功將之前預舊的Payday全部付運 未來可以提升出貨量 以及開發更多地區發售 而香港正正就是其中之一了 我們的編輯就實測過 在Panic的官方網站上 可以直接用到香港信用卡給錢 再送過來香港的地址 但這樣就要多付40元美金的運費 總計差不多1900元港幣才能入手 算起來都可以買到Switch 不過考慮它特別的設計 以及有趣的玩法 這個價錢也真是值得 這集Payday就來到這裡了 你們最喜歡哪條新聞呢?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鈴鐺 拜拜